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被母亲埋怨 他克死了亲爹和爷爷 更招到外人的排挤 魏芝虽为人低调 但骨子里却很坚强 为了改命 在成人礼上跟随众人前往仙界 侧根骨定仙缘 却意外见见仙境中被照出白鸟嘲讽 凤凰降临指向 成功进入白鹿学院 掰如太阳神炎月的门下 起初魏芝已围继了白鹿学院学习修仙 以后就会让娘亲和弟弟过上好日子 却没想正因自己的凤凰血脉 让自己陷入了一场浩劫 原来凤凰乃是三界之魔 而魏芝正是监禁传说中的独凤转世 凤凰一出四界动荡 严月身为天君 下凡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凤凰血脉的继承者 并在凤凰降世之前将其斩杀 严月虽深知魏芝的善良 却因天律不得不对魏芝出手 而魏芝发现自己从未害过任何人 却终究还是被辜负 于是彻底黑化 那么在接下来的两世 两人又将如何续血前沿 花容 定党六月一日首播 记得订阅我们哟